抗战最牛汉奸,挣日本人的钱娶日本姑娘,七个字弄死两万鬼子,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汉奸的故事,那时候的他潜伏在日军中当汉奸,不仅是日本人的饭还娶了个日本人做妻子,最后用七个字的情报,葬送了两万多个鬼子的性命。 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,涌现了大量的英雄好汉,但也有一部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当了汉奸,在后来的统计中,发现当时的汉奸,竟然多达三百万人这个数字是相当庞大的了。 抗战最牛汉奸挣日本人的钱,娶日本姑娘七个字,弄死两万鬼子,此人名叫夏文远,他表面上其实是日本的走狗,为日本人办事,但是他却是在背地里为中国军队获取日本的情报。 他因为在日本留过学,所以会说日语并且日本培养他,就是想要让他为日本卖命,还曾多次让他去策反李宗仁,但是没想到的是,却被李宗仁给策反了夏文远决定要为自己的祖国效力。 虽然吃着日本人的饭,当了日本人的翻译,却偷偷地为中国收取情报,在台而装战役中日本的敌军进攻我国的山东,但是我军的处于弱势,这个时候夏文远就发来了一个秘密的情报,这个情报对于中国军队来说,特别的重要情报,只有七个字,日军北东南不动,就是因为这个七字情报李宗仁,及时的调整战略部署, 揭灭了两万多日本鬼子在1940年,夏文远还来到日本对当时日本国内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,并把情报通过各种渠道送回国内为抗战的结束起了巨大作用,但是那时候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,只知道,他是为日本人骂命的汉奸。 很多人都各种辱骂夏文远,但是夏文远都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死后,夏文远为李宗仁和重庆方面,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。 由于身份特殊,为了保证夏文远的安全,除了李宗仁很少有人知道,他的真实身份抗战结束后,夏文远被当成汉奸逮捕。 最后李宗仁亲自为他证明身份夏文远,这才恢复名誉,成了抗日英雄后来夏文远,又回到了日本娶了一个日本老婆在日本定居。 当时有很多这样默默无名的英雄,承受着不明真相群众的辱骂,默默地为中国作者贡献,我们都欠他一个道歉。